今天来到金牌调解现场的是一对夫妻 陆先生在老家谋生活 周女士选择背景离乡来到大城市 两地分居相隔一千多公里 两人原本都是为了家庭的未来 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八年 婚姻据少离多 夫妻矛盾也越来越大 对于眼前的婚姻 周女士早已感到绝望 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就特别累 就是撑不下去了 感觉我已经掏空了 对于妻子的痛苦 陆先生却浑然不觉 不以为意 如果是两个人合得来 那也是没什么关系 一家人在家里高高兴兴的 里面哭就可以了 时至今日 带着满心的酸楚和满身的疲惫 周女士已然下定了离婚的决心 他对我也没有感情 就算是时间怀到当年 14年以前的话 我都觉得顾不好这个月子 我是顾不下去了 甚至在调解现场 他也是平停落泪 渴望逃离现在的生活 我基本上没吃过一个饱饭 我就没有时间吃饭 是什么让这段婚姻濒临破裂 最终周女士和陆先生 能否在婚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呢 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 张晏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周女士和陆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要结束这种关系 我们结婚14年 分开了8年 他说这种关系是正常的 我是觉得不正常的 我要结束 现在我们没办法高通 我们已经现在是 完全发短信不回 打电话不接那种状态 我要跟他说话 都要通过中间人 来让他跟我正面来说几句话 都是这种状态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的数据第一点就是说 如果是能再继续下去 从今以后 两个人把自己的心态和脾气 好好地改一改 你要做什么事 能有沟通 第二点就是 继续下去的生活中 如果以后再有什么 磕磕磕磕 最好就是不用把那些 亲朋好友拉扯进来 周女士也提出来了 她现在是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需要找中间人传话 是为什么 之前打电话 我是天天胖着她打电话的 到最后是啪的电话响 她一打起电话来 就是没什么 我说她说什么 你就跟她说 我的打算是理想啊 这么说 去 就不是说些那些没用的话 谁要一听呢 周女士 她是希望你能够回来 和她一起生活 有这个可能吗 她管家 你管孩子 没有 回不来啊 我前面坐了很多次楼地 每次都失败了 如果问题解决了 你愿不愿意回到她身边 看怎么解决吧 你们两个结婚多少年 结婚14年了 你们从一开始 就是这样两地分居的吗 不是啊 婚姻需要经营 一段稳固的婚姻 不仅需要有质量的情感交流 更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投入 陆先生和周女士 结婚6年后 就开始分居 而这一分就长达8年 在周女士看来 这是自己在结婚之初 从未想到过的 我是打算留在老家 因为我是要为以后 带孩子 有这样的打算 但结婚会留在老家 她又不行动 天天吃了就去玩 玩的就回来吃 你要在家里 大概一场你就行动嘛 有一点行动都没有 我怎么说她都没有行动 那就是说 在家里做事上空嘛 这状况维持了多久 一个来月吧 你着急了 我着急了 她工作不稳定 我工作稳定 你还是去往哪里吧 去你原来打工的地方 是的 这个建议 陆先生同意吗 他说去 我还是跟着他一起去了 然后他去到那里 找工作是很不去的嘛 那时候他是一分钱都不占的 你那个时候自己挣得够 自己开销吗 那时候不够 那个时候是他贴了一点 我来三老大的时候 他把工作又吃了 他走走地把工作吃了 反正他就是我没有吃工 他就吃工了 好像是他伤害这样 你对于他这件做法 你心里头是有什么想法 他说得很好嘛 说得光明堂皇的 回来你管家带孩子嘛 我家里的所有的 可以叫我来赚钱嘛 这是他第一次 你生孩子的时候 他对你的一个承诺 你当时心里头 听到这个话你是 我也是愿意的嘛 因为说孩子 时常要人带的嘛 他说为了陪我 我饭都没有好好吃 他不是回来照顾你的吗 怎么会没有饭吃呢 事实上我经常饿肚子 陆先生 专门辞工回来照顾他 但是在周女士看来 你都没做到 没有 反正我基本上 天天都在家里面 你有照顾他吗 他的饭都没得吃 饭那时候确实是妈妈做的 那你做了什么 照顾他的活呢 在一起聊聊天 这日子怎么过呢 他们母女俩怎么养活呢 想来想去 还是资金上面跟不上 后来他的产假 就已经到期了 他就说 算了我们还是去 那边上班算了 后来我们又去了 婚后前六年 夫妻俩一直为生计奔波 在周女士的工作地 和老家之间多次辗转 虽然陆先生经济上 不能给周女士很多的依靠 但周女士体谅丈夫的辛苦 夫妻之间的关系 也还算融洽 后来周女士怀上了老二 正是老二的降生 给了这个家不小的压力 为两人长久的分居生活 埋下了伏笔 回来以后一切顺利吗 不顺利 我那时候也属于是 高丁产妇了 产家比较多 休息了半年多 那种状态就是他所谓的 他挣钱我管家 半年的时间 包括三孩子 允情 租房子 孩子学费 给了我三千块钱 老二是女小姐后生的 周恩人月子 就带着老大去 私里面租房子读书 钱也是不够花的嘛 半年的产假期间 陆先生没出去找活干嘛 他说他在打平呢 我也信了 我一直默默地贴不加用 我默默地把钱拿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你即使这样补贴 你心里没有怨言 我没有怨言 我觉得他总在楼顶 大女儿要去参加 那个学校的那个活动 就是有个亲子环节 要慢慢上场 我生的二女儿 发放了没办法 再劝回以前的衣服的 买了几件衣服 他说你看啊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那种脏袋是 没办法生活的 在我心里面是有因应的 不是说我花钱 大手大脚 我真的没办法 把那个家 那样子管理起来的 家务是他干的 好像天天回来 就发火一样的 就发脾气 说什么伺候皇帝一样的 我在外面 不应该去 就要在家里面 把这些家务做完 就可以 你这边要努力工作 没做家务 他又要不高兴了 是啊 如果你在家里干家务 不出去工作 他又不高兴了 是啊 你是想说 他比较难伺候是吧 是啊 你一发现回来 还拉扯到前面的 那个什么 你回去发财 我又没看到你发财 你到时候 你还是 还不是死必赖点的 跟我跑到家里来了 整天说我死必赖点的 怎么怎么样 后来就从老二女儿出生 我司公回来 回来后来 我是坚决不回去了 那一世到现在 有多少年了 八年 你们就这样两地 分居了八年 对的 八年当中 总共给了我两万六 是我累累自己 到他要的 那孩子也是一边一个 分居了八年 我带两个 你后面把两个 都带到身边了 是的 你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还带着两个孩子 是的 这不艰难吗 肯定难啊 陆先生 他在这八年里面 照顾孩子 你是没有给他 任何生活费的 我的钱全部还 那个家里面的 建房的在呀 你就是说他得 自己挣 自己养孩子 对吧 老大要上学 老二 嗷嗷待哺 生活的压力 一下子砸到了 夫妻俩的头上 因为自己没有工作 丈夫的经济能力 又无法承担 两个孩子的开支 左想右想 不想离开老家的周女士 还是选择了 回到自己曾经 工作过的大城市 而此前在大城市 屡次受挫的陆先生 再也不愿跟妻子回去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夫妻俩正式过上了 两地分居的生活 但对周女士来说 婚姻的噩梦 从此开始 周女士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 在外打拼 作为母亲 她把所有的苦与泪 都扛了下来 但丈夫对自己和孩子 不闻不问的态度 让周女士原本艰难的 异地生活雪上加霜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大女儿就是很严重的流感 整个学校 整个班级 就倒下一片的那种 大女儿也不信 也是就回来了 我就抱着小女儿 牵着大女儿 就去医院 反正小女儿有点不同 事就到时候慢摸 就那时候 我又担心把小女儿 给感染上来 我就给她打电话 就把这个情况 告诉她了 说完了 她表示她知道 这件事情了 然后等了 等了好久 她都没有一个电话 好了我就发胡了 我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是不是 给我们打个电话呀 你问问孩子好了没有啊 没有问 好像一点都不关心 没有让我感觉到 她关心孩子 那个时候我是很难的 那你一个人 管着大的生病 带着小的 那你怎么弄得过来呢 这还要上班呀 孩子说命令就请假呗 你日常的生活 是怎么安排的 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还要上班 我基本上 没吃过一个饱饭 我就没有时间吃饭 孩子吃饭 你就没时间吃了 要不就是大人 要不就是小孩 那个小小女儿 是有喂饭的 为了孩子 我就没有时间吃饭 做完晚饭给孩子吃 我又得上班 晚上还要上班 上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把孩子 都接到身边来呢 她搞不定呢 她搞得定 我愿意一个人 带着两个孩子嘛 后来我就去跟公司申请 我不加班了嘛 工厂也同意了嘛 然后我就下班就带孩子 那个时候我还感觉了 反正是孩子带得过来的 朱先生当初你把大女儿 送到他身边去 然后你就走了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在那里 还要工作 那份艰难 分开八年的时候 家里面发生了多少变化 分开了第二年建房 然后第三年 爸爸就住院 住一年到头 第三年爸爸出事 还不到一个月 妈妈又得疾病 然后一直 妈妈生病三年 我自己又住院做手术 16年住了一次院 17年再做手术 就是这么多年 这些家里的 所有这些大事的发生 靠的是谁呢 靠的是你 是吧 你的收入是 管了你家里 这一遍一大摊事 她的收入管了 她和两个女儿 是 是这个意思吧 在陆先生看来 周女士的确做出了牺牲 但对此她直言 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老家接连大事不断 自己没有精力 也没有能力 去照顾远在外地的三母女 而这样的说辞 周女士显然无法接受 就这样 周女士每日辛苦 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起居 陆先生则忙着赚钱 盖老家的大房子 一个苦着 一个忙着 两个人的生活 俨然过成了平行线 没有了沟通 夫妻俩的感情降到了冰点 矛盾也是一触即发 我坐摩托车的 她坐到后面 摩托车 人子甩了一点 那个泥甩在衣服上面 然后她下车看到了 地马就出来了 就把那个头盔 塞得稀巴烂的 就气扑扑的就要走 我说那还不容易买车 过完年明年一定买了 她之前也说过 她说要买一辆车 不买车的话 回来真的是到哪里都不方便 所以你是为了兑现这个承诺 所以她说的承诺 我都在默默地承诺 你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承诺 所以你真的就给她买了一部车 是 后来我就买车 我就打算给她一个惊喜一样的 国庆那个时候 有一个买车的那个活动 然后12月份 刚好就赶到那个车税涨价 有几千块钱的误查 我就提前卖了 我没直接告诉她 我的想法是 我让别人告诉你 你肯定会一个惊喜 是那种想法 结果换了一身抱怨 我就跟她哥说 给你借一万块钱了 借钱是干嘛 你买车的钱不够是吧 是吧 但是我可以分歧 我觉得我自己能还得上 你买这个车 你借了多少钱 自己出了多少钱 我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全部是借的 一分钱都没有 你就去买这个车 是吧 就是为了要给她一个惊喜 是吧 后来她一个晚上就打电话给我 她说 你不要向我借钱了 你自己做你自己的打算了 你别指望我呀 怎么怎么样 第二天我就去车展提车了 你哪来的钱呢 姐姐借的 借了多少钱了 四五万块钱 分期的嘛 在提车的暂停里面 跟她打电话 如果当时她接电话的话 我们暂时不要买 缓一缓 我就会把车款押金退掉 但是她也不接电话 打无数个电话她不接 后来我想想 我就干脆买了 那最后买了这个车 她开心吗 她不开心 跟我表哥说 这个车买差了 跟不上档次 但是你接电话可以沟通 但是就是不说话 她这么费尽周折的 为了兑现给你的一个承诺 她说的有很多失望话 买车这个事情不是我要买 是她自己信心念念地想买 真的不是我 自己占的钱买我不反对 我死都没有想到 她会借钱去买 她说因为你那一次 坐她的摩托车 被见到了泥点子 然后你把头盔给摔了 那是发生战草了 不是一点点泥点子了 就是整个人 没法见人的那种 我没有骑过电摩托车 我也不知道 会见那么一丝泥点子 我说你之前 要跟我打个招呼 小心一点 你是因为这个事情生气 而不是嫌弃 她是摩托车 不是汽车 我刚才她吃了多少苦 我没有抱怨过半句 后来你知道 她要买车这件事情 你是通过二哥才知道的 她跟我弟弟借钱 弟弟就说 哥哥也说 嫂子也说 你们家借那么多钱 干什么呀 我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好像是买车 我不信 那你也没问一下 陆先生吗 二十号电话 就是基本上不打电话了 那最后她打你电话 你也没接 没有打 一个电话都没接到 所以完全是她自己做主 把这件事给办了 是 她对车对房特别的障碍 那是她的命 比过我和女儿的命 你们两个说的话 完全是反的 我有一句谎言的话 我随便怎么说 那现在这个车也买了 这个钱还了吗 钱现在还钱了 去年年底还钱了 这些钱是谁还的 是她还的 这增加我 无论多么极强用的话 我跟别人去借 跟一个路人家借 她都不会给我的 给都不是那种新冠情愿的 通通快快给的 你怎么看待你们两个人的 这种生活状态 她就是爱车爱房 生活爱我们三个了嘛 在周女士看来 丈夫超出能力范围 瞒着自己买车 苦的是漂泊在外 相依为命的三母女 分居的这些年 原以为 丈夫在老家打拼 能够让自己 早日脱离苦海 回到老家 但时至今日 周女士不仅依然 要独自面对 现实的暴击 更要承受丈夫 猝不及防的 一尽闷棍 他们家是想 再生一个儿子的 这件事情我经历了 不是说我原谓的去捉 不配合他们 我一个人 一定要是 完成不了这件事情的 但是这件事情 你不要叫陆云甲 陆云以来串 你自己跟我说 我说别人在死命的串 也是一番好心 我说你是什么态度 他就不正面地回答我 在那种很厌抑的 环境下生活 那肯定就发生争吵嘛 就发生争吵了 发生争吵 我娘家又找我去办事 然后我就叫他送 他呢 就不情不愿地 就拉着点 很压抑的那种 在车里面 我就说你这种态度 就干在别去了 我自己打车去 然后他就把我 就丢到高速度 勾勒一下 飞翼的样子跑了 车上还有孩子嘛 他就把孩子 送到我娘家去 然后他自己 气不呼就回家了 他天黑了 得不来接我 我就打电话 叫哥哥你来接我一下吧 那个哥哥跟他年龄 是相仿的 跟我们也经常人一起 就来陪着他来接了 接他回家继续吵嘛 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那个时候 我觉得真吵得太疲惫了 我就觉得 这个家我真的带不下去了 我又走了 再没有勇气回去了 孩子也不愿意回去了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后来就说 你家里面 要生男孩 你去娶一个了 重新再娶一个好的了 你还开着小车 住到别墅啊 他娶不到好老婆 他娘家打电话 我叫他去看子女的时候 我就送他跟小孩子去上国道的时候 他就在车上孩子在吵 火气更大了 然后他就叫我停车 他说我下车 我说一下子到哪里去啊 我就没停 然后他就把个车门打开 开了五六百米路 后来我就杀了个急事 想把车门带上 结果车门没带上 差点把小孩子甩出来了 把小孩子吓得哭起来 后来我就真的就把车停下来 后来他就下了车 下了车我就把小孩子送到他娘家去了 好 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又一个人走了 他又回到了他打工的地方 你怎么看 你是希望两个人两地分居着过着 还是希望他能够回来 还是你回到他身边 我只要他高兴 他回来也可以 我不去也可以 当我一提起行李 准备走的时候 他就打个电话问一下 他就说你过来也可以 你要自己带生活费过来 我不养你的 我说既然你那样说 我就不过去了 你是不能养活自己吗 我自己都养不活的话 我还去依靠你干嘛呢 就是你能养活我 我也没那个点去去 那么大的伤 那么大的雪 风雨 都是在外面努力干活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你再坚持一年 明年我们可以去买房 付个首付 你有这个决心啊 是啊 去买房 我相信他 只能是说我没有这个福分 他的心不在我们这里 电话不接 微信不怀 打电话躲着 不管我的感受 你觉得他会爱我吗 你到底是觉得 他这个人不可信了 还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去做这件事情 他现在赚的钱是多 现在没联系 他断了联系了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承诺呢 说得好听呗 每次是要求他 到我那边去跟我一起上活 我跟他要求了恩赐 如果他先死一点 他还是死了一点 那还我还信呢 如果他对你没有感情的话 那今天你提出离婚 他不是正好吗 我是觉得现在这种生活是不正常的 我不会跟他再这样下去的 能力你也相信他有了 能挣钱了 那你没想过大家还是回来吗 现在回来 我伸手要他 跟他要钱已经要不到了 我无论吃多少亏 我都不想跟他过来 在生男孩的问题上 周女士愤恨丈夫没有站在自己一边 心中不平之气难解 乃至后来再起冲突 甚至还险些在公路上发生危险 周女士不堪忍受眼前糟糕的婚姻状况 一气之下回到自己的工作地 甚至两年里也没有再回老家 现在摆在夫妻面前的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回老家周女士压力太大 去外地陆先生谋生艰难 而离婚对于夫妻俩和孩子来说 又是一道考验 眼前的僵局该怎么破呢 观察员文艳拿起了话筒 先生你要他回去老家 那你要跟他继续走下去 你得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这么多年听过了太多的你相信 他其实想要的是 眼前最真实的温暖 如果说我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之下 你给我一个贷款的车有什么用 你给我一套我住不上的房又有什么用 所以你今天你不想跟他离婚 你得搞明白他要什么 他要的是一个拥抱 要的是就是我伸伸手边上有一个男人 我能够得着他 我要的就是我孩子住院的时候 我需要的是我叫一句有个老公 他可以帮我把孩子抱去医院 而不是说他告诉我 你一个人去吧 我要还车贷 你为什么他一问你要钱你会发脾气 因为你已经很辛苦很努力在赚钱了 因为你觉得我是为了我们的家 为了我们的共同目标 我在努力奋斗 你应该理解我 可是在这个时候 你也需要去理解他 他要什么 他更想要有一个人陪他一日三餐 你们两个长期的分居 现在你情感上来讲的话 很可能已经是陌生人 你们这种长期的隔阂 甚至是几个月你都说不上一句话 你们两个是没有情感的一个连结的 甚至连个朋友 连个陌生人都不如 你们可能现在需要的是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建立情感的连结 才有可能再走下去 其实你妻子 她的内心是理解你的 她其实心是软的 关键是你得搞明白她要什么 她要什么 你给她什么 至于你们共同的目标 你们共同的物质条件 是要你们在一起共同去打造的 陆先生 周女士 我解读到的是一个弱小的丈夫 一个窘迫的妻子 在上演着贫穷夫妻百事哀的现实的一幕 如果没有财商 经济基础薄弱 已经是勉为其难 勉强度日 但是如果没有情商 那这个生活真的是处处悲催 陆先生 你的妻子 她独自拉扯两个女儿长大 而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你的妻子告诉我们 她居然有时候会吃不上一顿饱饭 天哪 钱不够 适可忍 情没有 孰不可忍 在这段婚姻里 在这个家庭里 你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啊 你恐怕还在过着一种单身汉的状态生活 你不知道你已经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两个女儿的父亲了吗 你的人生角色发生了重大改变 然而 你的认知 你的能力 匹配了你的角色吗 我知道你可能有些惭愧 所以你低下了头 我很高兴看到了你这样的变化 因为之前你一直在极力地辩解 你本应该和妻子同甘共苦 本应该陪伴女儿共同成长 本应该去主动承担家庭里的各项重大开支 这些你扪心自问你做到了吗 彭氏 我真心地觉得你搞错了人生的重点 你以为困难会天然过去 孩子会自然长大 那些危机可以凭空消失 所以你就一心一头地忙着你认为重要的事 花巨资打造你的大房子 你以为你妻子要这些吗 她只是要这些吗 如今你完成了你各项心愿 你达成了你各项目标 似乎看起来你无所畏惧了 然而你再回头看看妻子 她的心已经渐行渐远了 当感情淡了 人心冷了 你还不认为你自己做错了吗 你失去的远比你追求的珍贵的多 陆先生 我觉得你是一个生活的弱者 但凡有弱者思维的人 他就会去放大别人对他的干扰 会加重自己内心的压力 计较着他的每一句抱怨和指责 一个生活的弱者 他就会格外强调自己的自尊心 真正生活的强者是 他有能力 有实力 去接纳妻子的一些负面情绪 容忍他的一些缺点和任性 并且面对生活的困难 积极乐观 微微一笑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我的感受就是用一个字来形容 冷 特别的冷 而且你们两个人是两种极端 我的感受是一个找了一个你不爱的人 一个把一个不爱你的人当成了你的信仰 我分别来解释一下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结婚的时候 你找了一个人 不一定你有多喜欢 但一定不讨厌 我想对这位女士说 我个人的感觉 可能这个人你一开始就不爱 很多小的事情 或者他说什么事情都冲头发火的 那一定就是不爱 你的日子是那么辛苦 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但是我觉得那是你愿意这样做的 因为很明显你是把他撵走 因为你讨厌他 所以宁愿一个人过日子 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跟自己过不去 第二个 你们这个家的概念特别的空 你们两个人没有那种 比较有内容的东西 特别的空 只要干活就行 只要过日子就行 只要养两个女儿就行 只要他给我钱就行 那个家就像那一个形式一样 我想对先生说几句 我觉得真的是你把 面前的这个人当做了你的一个信仰 你有很多记在心里的程度 而且你默默地在践行 我觉得你对生活也是比较满足的 像一个过日子的人 并不像这女士所描述的那样的不堪 你的目标只有一个 只要他高兴 他不是不喜欢你给他做的那样东西 好像他就是不喜欢你这样一个人 这个叫做苦恋 你根本就没有读懂他的心 观察员们纷纷对陆先生提出了批评 认为他未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各方面都不太成熟 而对于周女士 观察员也指出了 他处理婚姻关系时存在的误区 随后调解员胡建云对夫妻俩多年的相处状况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你知道你们俩之间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沟通不畅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你们忙于应付生活的挑战 所以一直以来 没有多少时间精力机会去沟通 第二个 你们俩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沟通 你们彼此都看不懂对方 你们之间就隔一道墙 这里面相当于部分肯定是性格的问题 陆先生 他不是那一种能够迅速地捕捉你在想什么 赶快去填漏洞的那一种 他是一个是按自己的节奏慢悠悠的 他不是很灵活 但他这个人实诚 可能有些时候碰到压力 他会显得油油油油 你如果走不出你自己的对于压力的敏感 你根本就看不到他那边慢慢传递过来 周女士 周女士 你的性格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是一个对于隐患 压力非常敏感非常害怕的人 很多时候你是被迫在独当里面 但其实你很讨厌独当里面 这会让别人误以为你是坚强的 忽略对你的保护 会习惯仰望你听你的命令 由于你并不喜欢这样 所以你会用负面信息的方式传递出来 到他那里他就看不懂了 他就翻译不了了 所以他那边特别被动了 陆先生我告诉你 没有人可以支撑依赖 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的 在你的意识里面很有可能 就是你对他是又爱又怕 并且你以为他可以比较强大 但是他就像什么 他就像杨柳条 他撑住了 但他随时都受不了 可能你忽略 所以你们为什么没办法沟通呀 自己的感觉说不出来 对方的感觉把握不住 要么放大了对方 要么就看扁了对方 所以你们两个都看不懂对方 今天我们是帮你们拆这个墙 调解员胡建云指出 夫妻俩婚姻中最主要的问题 是沟通不畅 如果婚姻要继续下去 夫妻双方都要有非常大的决心 去做出改变和调整 学会读懂对方 随后调解金融密室环节 观察员武运和陆先生来到密室 武运老师告诉陆先生 要勇于认错 陆先生你知道自己错了吧 你知道自己错的还挺离谱吧 我确实那个时候没赚到钱 你老是以赚钱 赚没赚到钱来衡量 我想跟你说 你明白吗 不赚到钱 不代表着你不可以打电话问候 这个是两个概念 如果我们要帮你争取 你必须要拿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姿态 你愿意吗 我愿意啊 对于观察员武运提出的批评 陆先生表示在今后愿意做出改变 而关于夫妻俩目前最棘手的分居问题 武运老师也询问了陆先生今后的打算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生活的话 我去那边的话肯定是一个重新开始 什么更重要 那肯定是家里一家人开个心在一起 对啊 那么在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廖喜玉和周女士又有着怎样的进展呢 解决分居的问题 你有什么想法 现在我们孩子在那里上学稍微很稳定了 回来带孩子也是一个挑战 他挣了少 他的能力在那里的话我解决不了 能够让他挣高工资这样的一个 从孩子的角度考虑 周女士不愿回老家 但丈夫离开老家来她这儿 她内心也有担忧 你看看我的孩子 我也很漂亮 我们每天都是这么快乐的 他在那里他就搅和 我也不能逼你 知道吧 从我内心来讲 我真的希望你们两个好好过下去 我觉得这个男的确实身上 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那我明明能挣这么多钱 我就说 比如说他他挣八千 经济方面在你面前是没有公开透明的 没有的 最希望你有你的偶解 给我一个数字看一下 你就可以 我也是看见了是吧 对对 现在把我当什么的呢 对于周女士在经济上的顾虑 观察员廖喜玉把夫妻俩叫到一起 希望她们能够坦诚相待 现在如果说你们两个都是为了多赚钱 对吧 你们想多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 能好好地过上幸福的日子 解决分居的问题 还有一个 你不是准备马上买点房子是吧 现在离多少积蓄 这么多年来 哪怕老公能交上个四到五万 她也会觉得这时候老公的血汗钱啊 她也是一种信任对不对 我的钱我说现在我现在没钱 因为 你现在还没接到账 因为我 要到今年过年接账是吗 好 今年过年接账大概现在 等一下 你等一下啥 谢谢老师 别动啥 对于丈夫的表态 周女士没有看到丝毫诚意 她愤然离席 见此情形 观察员廖喜玉 尚且安抚劝警 我跟你讲 你要想一想 一个家庭里面 你觉得你给到孩子的陪伴 你给孩子的是欢乐 你给孩子是高兴 可是你却不知道 一个手牵着爸爸 一个手牵着妈妈 这个孩子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你觉得呢 想得到吗 你想 不是 大家都来努力 她的话有多少知识呢 在廖喜玉的安抚下 周女士的情绪稍有缓解 那么接下来 周女士能够回心转意吗 她愿意结束目前的分居状态 继续和陆先生走下去吗 调解继续进行 我们从密集处来 来看看此时此刻二位的想法 我今天来这里调解 我们两个是没有办法高通 真的特别感谢老师 但是的话我没看到她的真诚 我不想回头过去那种生活 这么多年来 我是相信她吃了不少的苦 我也心动她 我真的没有给到她的那些温暖 我对不住她 最终的话 我还是尊重她的选择 因为在这里我们更多的只是 跟你们分享那些 看人看事的方法和视角 但真正能有体会的还是你们自己 如果最后你们自己感觉 还是在一起不舒服 会感觉到伤害 那尊重彼此的决定 也是应该的 既然这样 接下来就请两位 按照这个共同的一个意愿 然后去商量好孩子的安排 大体来讲 第一 都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讲 对方的不好 第二 该承担的责任 比如说生活费啊 经济上的责任 应该承担起来 第三 跟孩子要有一些沟通 要跟孩子交流 教育孩子 请两位回去 秉着这么一个原子去处理好 既然以前更痛苦 那离老婚之后 可能会让生活 变得更美好的话 互相成全 它本身 也是一种爱的标道 最后呢 我们也送上栏目 为你们提供的豪式面包 豪式呢 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也希望你们生活能够更好 放轻松 面向未来 谢谢 婚姻也需要真材实料嘛 实在没办法 接受现实 好吧 我只能祝福他 以后 我让他最好的幸福 我觉得 大家都要正面地去面对生活 所以你们这一步 第一步走的是不错的 那就照这个感觉 继续往前 好好协商 好好安排 好 谢谢各位老师 在调解末尾 周女士还是决定结束这段婚姻 或许在过去的八年里 周女士经历了太多不堪和痛苦 而陆先生 也在为过去缺失的责任买单 生活中 也有很多分隔两地的夫妻 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远距离 婚姻的内在平衡被打破 即使是亲密爱人 却是彼此相忘 你会把握到黑衣台 你会把握到的一道路 你会把握到的路 不过去的地方 你会把握到的路 因为你会把握到的路 还有你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